《南天羅扎三太子,將,物辰年2月16日, 詩曰,俗謂人生苦海中! 蔓延磨難永無窮! 伏來運轉西元域! 隱符之間造化宮! 盛世,人生祭遇, 早有定數, 數項隱符之間, 全憑善惡之素行也! 故,何須怨太人生似苦海, 借甲修真,非人生不可栽? 永彼曰,可惜世人多不明此理, 或有名此理而不能堪破因果也。 誓已受苦則怨,受考則倒, 以至欲罪欲深,良可嘆也。 恩師曰,然則,你有何高見, 亦提供世人? 永彼曰,弟子愚鈍,不敢自許, 有何高見,但,智者清律,也有一失, 予者清措,亦有亦得。 弟子不穿愚昧, 謹成潛見就叫,恩師。 所謂,萬般皆世人, 強求何意? 人生如此解,相聚世人, 分散世人, 所擁有者世人, 渴望不可及世人。 恩師曰,且慢! 分散世人! 渴望不可及世人! 你這是什麼論調? 說來聽聽! 永彼曰,看底緣。 台語,這不是緣是什麼? 恩師曰,活鬧。 正經地給為師解釋清楚。 永彼曰,是。 沒有句,乃來的分。 所以,分散意識緣, 只是緣盡了。 渴望不可及,這是一種心念的慾, 慾禪生涅,是不是又造出了心音, 終結仍有一線之緣聯繫。 恩師曰,強詞奪理。 但是,道也不牽強。 為師給你補充,緣是一種牽引力。 因果報應所憑據的就是原始古動力。 所以,才有, 慾問前是因,今生受者是, 慾問後是果,今生造者是。 為什麼會有這種定律? 因為它們之間,就是有一種牽引力才會形成。 所以,人生過程中,任何一種行為, 包括善與不善,存心與無心, 都會形成,了結溯源的行為, 或者是,締結心緣的原動力。 如果能夠明白這期間的千禪, 那麼對你的人生,絕對有助益。 永筆曰,人生際遇,各自不同, 際遇也就是機緣,它們就是俗世所累積, 締造而產生的結果,不要去搶求,人生才會順態。 南天羅扎三太子,將,悟辰年三月念三日, 詩曰,聖門普化則蒼生。 絕路紅開向道成。 且喜師徒同策立。 隱迷入悟不心生。 盛世,無徒永筆,怎得無精打采, 是不是今夜兩部書連在一起,覺得累了? 永筆曰,不敢,弟子道不覺得累, 只是覺得道物的推展不順暢,該怎麼辦呢? 恩師曰,世俗有這麼一句話,金字塔不是一天造成的。 對於道物的推展,為師了解到你的心境 只要有精心的籌措, 再逐步地推動, 你有深厚的道根, 目前在穩紮下基礎, 和幻拱橫道脈不弘揚 永筆曰,愛。 恩師不用安慰弟子, 正如好漢不提當年永這句話 不管弟子現身道門以來, 以前如何的意氣風發, 締造多少的分工碩計 可是,拱橫道脈卻絕不是弟子一個人, 可扛得起來的呀! 恩師曰,所以為師才說你要雜穩基礎。 以前你被天人譽為通天靈筆,到處受尊養與呵護 就像溫室中的小花, 雖然安詳成長,卻經不起風浪, 而野草任人踐踏, 它卻頑強地屹立 這也說明了人生,必須歷經磨練的道理。 永筆曰,弟子知道, 可是道物上,弟子自信能夠苦撐 但是,恩師及諸聖恩主, 難道就不能夠賜助弟子一臂之力? 恩師曰,怎樣賜助一臂之力?賜你黃金屋? 永筆曰,書中自有黃金屋。 弟子住書不下數十步, 早已有黃金屋數十間, 只願諸聖恩師有個好地方住 但是,那是過去,如今道物普化, 弟子全力以赴,而住道的各地善德 即有賴諸聖恩師的大顯靈威, 感應善德住道了 恩師曰,你可知道, 諸天先佛,上次,天母之尊, 南天主宰及各仙神 都為你這拱橫道外施下書恩感應。 否則,又且能安然通過無數個難關 不久之後,你就能體會出諸天先佛, 賜助加倍功行 永筆曰,但願如恩師所言, 弟子自負聯門正機中, 推動道物最不落人之後 但以前世上有諸聖恩師及堂主, 下有同修福祝之力 如今一切均由弟子一身當之, 難免憂心忡忡,恩師尚請諒茶 恩師曰,你也不必太過自律自責, 順此給你個機會教育 你本是無極金鑾,應運下凡, 興盛鑾門道物 可是正當你道業,處於最巔峰時期, 面臨後天魔考 亦則藉口模擬誠心, 再則天運又起別之道脈,應運而起 如果說,後天魔考,你不墜即可, 則別之道脈無以興 而你也不會令心倒脈,而自掌識 所以結論是,先天本注定, 但後天考, 卻必須你自己堅持去面對 永彼曰,多謝恩師開示,此考是人生觀 聞聲音 聞聲音 聞聞聲音